我在102年之前 我還是相信台售是一個優良企業 我認為他是上市上位公司 不會亂搞 我一直非常相信他 一直我到聽了詹長全老師的研究報告之後 我才發現問題太嚴重了 我一個這麼外行的人 都認為問題嚴重了 為什麼你們這些內行也看不出來 一定要死到 我不曉得 到底要死多少人 才嚴厲開始去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只是在涵面空氣污染的問題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灰水 6000億一天的用水量 將近40萬噸 大概是150萬人每天的民生用水 這麼大量的水 他怎麼處理的 他有排到公海去嗎 還是排到太平洋的中間 當他排得不夠遠的時候 漲潮的時候 還是又回到了雲林餡 回到了台西鄉 回到了代苗鄉 回到代苗鄉